营销号带的节奏啊 就是说这个 指导间是病态 不能练 很多咋在问我了啊 所以今儿呢 我们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我知道平补前很多观众啊 都是从我那期 爆款指导间少女背的教程 知道我的 我也是这么知道您的 那我就不谦虚了 那您甭谦虚 我这套指导间少女背的训练啊 那真是火遍国内外 无论是我国 还是美国 英国 法国 哥伦比亚 碧鲁 日本 韩国 印度 柬埔寨 葡萄牙 冰把巴基斯坦的观众 90%只要坚持练了的 都有非常好的反馈和成果 并且呢 记住了这位来自东方神秘古国 中国的会魔法的教练 这多好啊 您帮这么多人解决了体态问题 您得积多少福报啊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呀 但是后来您猜怎么着 这营销号啊 他看上了这指导间的热度啊 开始来蹭上了 打着反审美焦虑的幌子 就开始dates这个指导间 说指导间是病态 不能练 是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啊 虽然美国没有直脚肩这个词 但是直脚肩这个形态 是我们上身肩带最佳的体态 最佳的背致 我错了八年的运动康复脚章 这不是打我脸吗 就换句话说啊 只要您的肩部 是一个直脚肩的形态 那基本上啊 您就不会有乱七八糟的体态问题 是的 是这个意思吧 那咱们来给大家看看啊 这些营销号 它是怎么偷换概念 偷梁换柱 偷天换日的 先是拿着网红明星 为了活动拍照 凹造型摆出来的直脚肩 对吧 来给大家看 放出来这些照片 然后给直脚肩扣上 审美焦虑的大帽子 木岛没有这方面认知的观众啊 把故意凹的直脚肩 和一个健康体态 呈现出来的直脚肩 混为一谈 I see I see I see but I got a question though 那这些观众 就没有看到过这些人的照片吗 不知道这些人 听到自个儿的直脚肩 是病态 是审美焦虑后 会做何感想 营销号 它故意给您展现的 那些深奥硬造 摆出来的直脚肩 跟我们所说的 直脚肩训练教程 完全是两码事 但是它引导着您 让您误以为它是一回事 我们的直脚肩训练呢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 一个康复性矫症训练 OK 它是我们功能性 挖身的一部分 提高我们肩 肩胛的运动功能和灵活性 OK 这是我们说的直脚肩训练 我再说一个例子 营销号它是怎么误导大家的呢 你说 营销号它说呀 直脚肩是肩胛骨 营销号的说法 咱们来换一个例子 瘫痪的人 都腿细 所以说 腿细 是瘫痪的表现 大家瞎是不是这回事 它是不是这么说的 这是一个心理学谬误 但我具体不记得 是什么谬误了 知道的仔可以打在弹幕上 所以说所有瘦腿训练 不能练 练了您会腿细 那腿细您就会瘫痪 现在明白这什么套路了吗 所以说呀 这个直脚肩训练 其实就是与我们关节的摔老速度 做一个抵抗 让身体进行一个逆生长 没有您日积月累的不良生活习惯 还有久坐不动的姿态 让这个肌力逐渐失红 关节随之变得僵紧 关节一僵就出事了 肩关节肩胛骨一僵了 失去功能了 又会反向影响周围肌肉 让肌肉变得无力僵硬 那您做的所有动作 无论是我们的运动健身 还是我们日常生活 它都会代偿 比如拿个杯子 你的上斜方肌就会发地 导致身体顺着错误的运动面发展 让您的体态体型 就是整个身体越练越丑 所以说我们得打假呀对不对 不能让更多的人受到伤害 但是有时候我就觉得 有些人骂他就是活该 您知道吗 您不能这么说 不知者无罪 他们都是受害者 我说的是那些 本来就是一个不想练的心态 巴不得有人告诉你 这个不能练 那个不能练 这个叫目的论 阿德勒的心理学 大有心理可以去看一看 这些人在评论里 我经常看到什么呢 感谢谁谁的科普 幸好我没练成功必来 幸好我的懒惰拯救了我 没有踩坑 就这叫目的论 抱着一个不想练的目的了 他就会拼命的去寻找理由 幸好我没练 对去复养他这个目的 打着反身边教育的旗号 去嘲讽那些坚持锻炼 想去憋美的人 就癩蛤蟆趴您脚 让他不咬您 他个应您 你制作什么呢 就有些人吧 大家都躺在泥潭子里 发烂发臭的时候 他不觉得有什么 但是当他发现 别人开始觉悟了 要爬出泥潭子 寻找星辰和大海的时候 这时候他就不乐意了 怎么不乐意吧 这些人他会怎么说呢 你在泥潭子里 找个更舒服的姿势 不就得了 对吧 多安全呀 老去追求那些 虚了吧唧的东西啊 你让我们这些 在泥潭子里的人 多焦虑啊 还恨不得所有人 都跟他一起在泥潭子里 呆着发乱发臭 大家可以一起插 但是你不能比我好 可人生咱们得谈质量啊 是不是 那您在泥潭子里呆着 OK 和出去找星辰和大海 这个生命质量 能一样吗 可不是嘛 那些营销号 它不就是利用了 咱们人性里的懒惰 我来赚取流量吧 这我可不同意啊 您怎么不同意啦 因为有的女孩 她是真的想练 她是真的想让自己的体态变好 然后她呢 一看营潭好这么说 她就不敢练 她觉得练什么 她都练错了 我做这个不行 我做那个不行 那我还不是不做呢 那我练死的不是这些姑娘 是的 我们要保护这些姑娘 你知道吗 我们就是因为要保护这些姑娘 我们才出这期视频 因为现在网上什么东西都有 什么妖魔 什么鬼没我都敢来当教练了 没门槛了已经 对于不排除 有些人可能天生没有直角肩 不必去强求不属于自己的基因 但是我们可以 永无止境的 朝着自己的天花板去努力 因为身体是在慢慢退化的 肯定的 关节肌肉 软组织筋 什么它都是在慢慢退化的 所以说我们作为 有一些这个影响力的博主 我觉得应该给大家一个正向的引导 鼓励大家健身的积极性 而不是制造健身焦虑 有一更逗的事啊 这营潮号啊 它鼓动大家 dance完直角肩之后呢 拿着我的动作啊 或者是其他博主的 练直角肩的核心动作 它改吧改吧 它给换一个名字 平坚美背啊 美化肩颈线条的名字 让大家去练它的动作 就把名字给换了 就换腾不换腰 那没办法 谁让你那东西活呢 游戏不都这么玩了吗 well losers are always gonna be losers you can't control everybody ok mazurvite 人各有命 人各有智 ok 人家痛点就痛点吧 再说一次 就有很多这个 非蠢极坏 但不是坏的网红 他们就说这样 会把斜方机给拉大 会把肌肉拉大 您听说过这回事吗 那您多挖我的肌肉 我想长大 咱们就说 拉伸腿部肌肉 拉伸胳膊肌肉 您觉得会把肌肉拉细了 会把肌肉线条拉好看 拉流畅了 怎么一到斜方机 斜方机就能拉大了呀 这不是搞肌肉歧视的吗 就常识啊 你想想肌肉能拉大拉粗的话 那健身老姐们去健身房干嘛 每天去公园 跟老头老太太 拉胳膊拉腿不得了 如果您跟春小做几个简单的 肩部的功能性拉伸 您的斜方肌肉开始带肠的话 那如果您再做一些 难度系数更大的动作 OK 比如怕没来怕解的动作 还有我将来要出的一些 自重的抗股训练 一些瑜伽的倒立训练 那您身体还受得了吗 OK 先吸气 打开 OK 打开 然后我们的手呢 手掌慢慢地扳进来 然后咱们的骨盆呢 可以稍微后倾扣一点 因为当您扣住以后呢 您开的是我们的胸椎 两个脚可以往后退一点 下巴几乎不要碰到墙 然后慢慢地呢 我们就往后走 咱们先啊 先背骨不需要平行于地面啊 如果您有这个能力 到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一般啊 肩比较紧的人 咱们就保持这个角度就可以 然后骨盆 大家看我啊 我的骨盆不要前倾 前倾咱们又挖到咱们的腰椎了 咱们稍微扣一点点 感觉啊 咱们的胸扩 挤住咱们的胸椎再打开 然后可以轻轻地balance 然后咱们在这就调呼吸 大概15秒到30秒钟 第二动作呢 咱们可以食指交叉 我们手打开挺胸 然后看我们肩甲啊 上停 吸气 呼吸下衣 吸气上停 呼吸下衣 again这个动作啊 至少做5个 多可以做10个 最后呢 我们就可以很自然地转一转 这个动作呢 其实我们是用肩胛骨 来带动我们的身体 是不是 我们在放松 我们的上斜方肌 right good 很自然的几个动作 随时可以做 远离伪客骨啊 他都不了解您的骨架结构 他怎么可能帮您判断 这个动作是错的 那个动作是对的呢 那我们会继续帮大家 打假伪客骨啊 帮大家消除健身焦虑 爱你们 Peace 我会继续帮大家